第21集 岭南又下雨了,犀利如愁 黄昏之时,慕婉瑶仍在午睡 因前些天中了胀毒,身体未完全康复 便需要睡眠来养精蓄锐 昏昏沉沉的睡梦中,她做了一些关于过往的噩梦 压得她后背冷汗淋淋,心跳急速 她陷入噩梦中醒不过来 忽然一道清朗的读书声将她从梦中惊醒 沙障茫茫 慕婉瑶有些迷离地坐在床上 醋眉听着外面的声音 硕鼠硕鼠,无时我数 往往复复,生如雨清 慕婉瑶拢着长发,扯开连杖,沉着连起来 她就知道,又是讨厌的严实生在读书了 她聊杖起身,推开窗子 果然看到了那坐在廊下抱着书苦读的少年书生 沐婉瑶正要训她读书声太大 却见潇潇沐雨下,似乎一滴雨水飞鞋 溅上她的睫毛 岩石生睫毛轻轻颤抖 抬手浮去眼睫上的水渍 抬眼眺望着漫天细雨,静然而坐 背影轻素,侧容轻眷 气质如远山清水般辽阔浩瀚 沐婉瑶不禁看得呆住 宁门子弟才会养成的好气质 怎会出现在一个岭南香不老的身上 读书有这么神奇吗 可她读书也没见读得多好呀 看了一会儿雨,岩石生再次将心收回到自己手中的书卷上 她才朗声要继续,后方就飞来一扇子砸在她后脑勺上 她被砸得一跌,回头手忙脚乱地收了扇子 看到是一把镶着许多珍珠的雨扇 这扇子是沐婉瑶常用的那一把 她抱着扇子抬头,果然看到红裙摇曳 沐婉瑶腰之款款地沿着走廊向她走来 读书时应低声寻意 不要学村学生高喉大嗓乱喊一气 听到沐婉瑶的呵斥话语,岩石生目中浮起无奈 起身将扇子还给她 小声受教了 见公主并没有什么事要吩咐 岩石生便重新坐下 这次沉默地读着自己的书 雨声滴滴答答 岩石生后背绷着 心神抽出一分来 思考沐婉瑶怎么还不走 她站在我后面 在干什么 身后的沐婉瑶眼中流波闪烁 不紧不慢地摇着自己的雨扇 冷淡地问 岩石生,你想去长安 是 她要起身面朝沐婉瑶 沐婉瑶却从后按住她的肩 不让她面对自己 她按着岩石生坐着 让她就这么和自己说话 岩石生心里有些不自在 你是想当官? 是 为什么? 你不是说你不耗名不耗权吗? 那你当什么官? 岩石生不语 沐婉瑶在她肩上轻轻一点 似聊非聊 她声音也如空芒的烟雨 含着一丝魅惑 问你话呢 能不能说句实话? 说句实话对你有这么难吗? 非是我不说实话 而是实话多可笑 没有人信罢了 说不定我信呢 岩石生沉默 沐婉瑶勾着她的肩再次一戳 如鱼尾细扫一池清水 从肩膀处开始 岩石生都要被她戳得半身发麻了 她张红了脸 几次想起身 却被沐婉瑶按着坐下 她只好僵硬着坐直身体 望着天地间的沐浴绵绵 轻声回答 那这话 我只说一次 日后殿下再问 我不会再承认了 你说 殿下可曾见过 路有洞死骨 可曾见过 苍生多寒无可救 我幼时 母亲尚未过世 我们兄妹几人 跟随他们在南方游学 遇到过大汉 遇到过人吃人 我阿父说 天下不仁 这样艰苦的百姓到处都是 后来我年岁见长 见的就更多了 我不禁会想 我能为这天下做些什么 我一见书生 困于岭南相遇 我要改变这世道 除了科考 做官 我无路可走 我要天下太康 要民众不屈 要邻里不饶 要盛世太平 我除了当官 无路可走 公主听到我方才 念得硕鼠了吗 沐雨如沙 她二人于雨下 一坐一站 少年书生坐于前方 少年公主将手搭在她肩上 二人的声音隔着绵雨 一前一后的交叠在一处 一前一后的交叠在一处 到底在哪里 与她一道 念出这诗 沐婉瑶满心激荡 无以复加 满腔情绪 强忍不住 沐婉瑶搂着她的肩 俯身从后 贴于她面上 在她脸颊上 轻轻一吻 天黑了有一段时间 夜雨如流 隐约文件 院外清新花香 静谧无声 舍内一灯如豆 侍女们端上茶水后 便退了下去 岩石声坐于沐婉瑶对面 心跳咚咚如雷 沐婉瑶高际云变 朱唇美目 她的美丽 璀璨 辉煌 将整个严加寒舍 衬得富丽堂皇 这般公主 与她乃是云泥之别 这样的公主 她怎会那般唐突 吻自己面颊呢 岩石声能感觉到 她和沐婉瑶相处时 有时候 气氛会比较怪 然她和公主 平时没有默契 在这个时候 却分外默契万分 每每气氛古怪 二人都会心照不宣地 移开目光 为什么 她突然亲我 更让她迷惘的 是她竟然 忘不了 沐婉瑶 抚面贴来的 甜美气息 温软 暖甜 她柔软的唇 贴在自己的脸颊上时 整个天地 在那一瞬间静止了 沐婉瑶也在 悄然打量岩石声 白身粗衣 垂着眼 眼睫上 好似被火光照上了一层金粉 细碎而柔美 沐婉瑶 看得心惊摇曳 忍不住 咳嗽一声 岩石声 睫毛轻轻一颤 向她看来 四目相对 星火悠悠 二人又是一阵 无言尴尬 沐婉瑶 渐渐有些脑 有些烦 你方才为什么不躲 大概 是因为我背对着殿下 脑后没有长眼睛的缘故 哦 两人便又沉默下去了 好一会儿 岩石声大概觉得 他必须得说点什么 便干巴巴地开了口 殿下 为何突然亲我 因我看你为百姓愁苦 为国家忧心 我被你的胸襟感动 那激荡之情席捐我 没有什么言语 能够表达我对你的敬佩 情不自禁 我就亲了你 岩石声漠然 半声 他露出一丝 有些勉强的微笑 原来如此 看来殿下 是胸怀天下的人 我不是 你不要误会 哦 正因为我不是你那样的人 所以我才敬佩你 敬佩你有我这种 凡人没有的东西 我若是与你一样的人 当时反应 恐怕不是亲你 而是与你 结伴兄 姐弟 姐弟 不过大我半岁而已 也值得他一直记着 他容貌俊朗 明目无温润 尚有些少年气在 这般悠悠弱弱的 向穆婉瑶看来 颇让穆婉瑶 塞晕面热 心如露状 第二十二集 穆婉瑶侧过脸 用雨扇挡住了 眼睛以下的面容 他明眸 他明眸滴溜溜的 递严实声一眼 打个哈欠 起身 天色不早了 我要睡了 你也早早就起吧 他要从旁走去内设时 严实声呼起身 走了几步 挡在他面前 严实声不说话 俯身向他作了一依 穆婉瑶顿时 有些气急败坏 你还要干什么 我都说是太过激动了 要怪就怪你自己 浑然说那么激情澎湃的话 所以殿下 是一个说法 也不给小声了 难道你要我赔你损是吗 奏你千金如何 倒也不必如此 那你要怎样 殿下娇娇小声 该读些什么书 学些什么记忆 长安有哪些 不能得罪的豪强 有哪些名门世家 需要拜门 如此便好了 慕婉瑶一正 收回了自己 那强作镇定的目光 他微微一笑 拿雨扇 在他肩上挑了一下 笑吟吟 这么简单 好啊 严实声望向他搭在自己肩上的雨扇 慕婉瑶喝一声 收回自己的扇子 转身摇摇走了 背影恶挪妩媚 严实声盯着围杖 在他身后纷纷落下 见他走入深深浅浅的浓红杖后 侍女们纷纷入社事后 严实声猝不及防地 收回自己的目光 再行一礼 才告退 如是气氛变得欲盖弥彰的和谐 刘文吉他家中 一直催着他回去 但刘文吉知道 公主一行人 恐怕在严家待不了多久 他硬是扛着家里压力 不肯回去 在严家进进出出 殷勤地讨好侍女春华 春华温柔而羞难 又不敢告诉公主 刘文吉告诉他 待自己中了进士 便来求公主许出他 刘文吉说得多了 春华也渐渐期盼起来 他中进士的风采 大家都说刘文吉才学好 是岭南神童 那中进士应该也是容易的吧 比起刘文吉这边的红袖天香 岩石生就有些苦哈哈了 穆婉瑶说是教他 但穆婉瑶是公主 他的教和旁人怎么能一样 穆婉瑶说了一堆 岩石生从未听过的书名 岩石生坚默无言 穆婉瑶鄙视他香巴佬一通 才又改了一遍他能接触到的书 岩石生拜托三弟 去找刘文吉的父亲借书 自己则坐在公主屋舍内 被侍女们看着练字 隔着连杖 穆婉瑶鸡翘道 你这笔字呢 得从现在就练就改 亏你阿富还中过进士 居然都不教你好好写字 我的字也没那般差吧 你的字当然不差 但是长安名门子弟 多的是百年世家教出来的书法大家 他们出手的一笔字 绝不是你这种香野书上能写出来的 我给你写一本字帖 你慢慢照着写吧 估计你也写不出什么成就来 我就要他把字帖丢了吧 岩石生自动过滤他的嘲讽 将他的意见好好记下 穆婉瑶再喝杯 岩石生调给他的乌梅浆 酸甜的味道让他眉目含笑 还有啊 你得从现在开始把武艺提上去 我大魏讲究的是文武全才 我见过的那些大臣们 谁不是说拔剑就拔剑的 你连马都骑不好 这样不行 我大哥武艺好 我都听他的便是 殿下还有什么要教我的吗 你最应该改的 就是你这一身气度了 啊 长安推崇的 都是那类豪气冲天 狂妄思议的人 就你这种内敛至极的 到了长安 他人可不喜欢 这 你 你莫不是在课我 我可没有 我说的是实话 你爱信不信 反正没人喜欢你这样的 如何才叫 豪气冲天 狂妄思议 就是 对谁都面不改色地 吼回去吧 但我若是敢吼殿下一声 殿下床头悬着的剑 会直接砍下来吧 围内 传来少女忍俊不惊的笑声 清亮如全 严实声忍不住侧头看去 见帐内 隐隐绰绰 他似乎笑得 趴伏在了床榻上 花枝乱颤 严实声心中微动 也不禁随着他 微微一笑 慕婉瑶又突得停了笑 板起脸 我累了 要午睡了 你自己读书吧 不要出声 不要打扰我 不如小声出去 慕婉瑶没有理会 严实声便没有出去 仍是坐在窗下读书 细雨绵绵 慕婉瑶刚睡醒 见到他仍坐在帐外 侍女们不知何时都离开了 坐于外头接下闲聊 而屋中窗下的读书少年 坐如修竹 并未休息一刻 慕婉瑶下床 云并蓬松 就这样先连出去 站在了他身后 严实声似有察觉 他要抬头时 慕婉瑶从后轻身 先先束手 握住了他的手 与他一起 握着那支 有些凸了的毛笔 你这字写得不对 我教你 严实声全身僵硬 并不作声 又听他在自己耳畔一笑 气息揉上自己 微红的耳迹 轻如烟霞 你呀 只是死记硬背 却纹理不通 气势不足不差 家中无权无势 你又不去交际 这般读下去 再过十年 你科考也中不了 严实声抬头看他 二人对视一瞬 又各自一开目光 看天 看雨 慕婉瑶在严家休养得不错 只是他舅舅不断来信 催着他去南海 慕婉瑶借口春华身体还没好 仍想多拖两日 他平日里骂一骂严实声 再教一教严实声读书 这样的日子轻快 倒比他在长安还要好些 这一晚 慕婉瑶吃完茶 收到了一封来自长安的信件 信是太子殿下让丹阳公主府上的幕僚送出的 乌蛮重新统一 新任乌蛮王上位 新任乌蛮王托人问他 是否还记得他们之间的约定 慕婉瑶脸色猛变 这一瞬 他刻意遗忘的丢弃的过往 如海巢呼啸着 重新席卷而来 淹没向他 那些在乌蛮孤零零被排挤的日子 眼睁睁看着侍女被欺凌而死的日子 蒙在时贴着他耳 牵着他手 说与他合作的日子 全都重新回来了 就如严实生说的那样 过去的事情永远不会过去 哪怕现在再好 天边炸雷轰轰作响 夜色融融 严实生立在屋前 看着灰暗天幕出神 想大概明日又要下雨了 想到下雨 他就不禁想到那日 严实生抚了抚自己的脸颊 好似还能感觉到 慕婉瑶那时的暖香 他闭目压下自己的起司 严家三郎 乍乍乎乎的大嗓门 突然在后面喊了起来 二哥 你摸着你脸笑什么 严实生一时无言 睁开眼 见三郎刚从外面回来 气喘吁吁的 为他背来了一箱子书 严实生上去 与三弟一起卸书时 听到砰的巨大推门声 他本能地侧头去看 见慕婉瑶出了主屋 立在廊上 慕婉瑶看到了他 目光微微一顿 历声对满院子的人说 收拾东西 明日我们去南海 满院子的卫士和侍女们 愕然 没想到如此突然 天边闷雷阵阵 电光时而照的 廊墓清光凛凛 吩咐好卫士和侍女们 收拾东西 慕婉瑶转身在廊上走 严实生跟在他身后 殿下 殿下 慕婉瑶 严实生追上他 一把拽住他手腕 慕婉瑶被拽地 转过了身 与严实生温和的目光对视 为何这般匆忙要离开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或许 可帮殿下想想法子 你这么关心我 难道打算跟我一起走 我身边能够长留的 只有内患 你做好 淹了自己的准备了吗 我 严实生还是将慕婉瑶 劝回了屋舍 侍女们在外打理行装 慕婉瑶坐着 看严实生回来 为自己端了一碗热茶 殿下方才在外面 喊累了 喝口茶 润润嗓子吧 我那般说你 你竟然不生气吗 到目前为止 这时间 还没有发生过 让我生气的事 第23集 你这般说 就让我忍不住 想挑衅你了 然而殿下要走了 也没时间挑衅了 严实生话出口 二人同时一正 慕婉瑶移开了目光 低头默默地喝茶 他垂下的视线中 看到严二郎 跪坐于自己审判 轻轻扯了自己 绣着刘云文的锦绣一下 殿下如果遇上什么难题 我纵使帮不了殿下 或许也可以 为殿下提些建议 殿下纵使不理会 我的建议 多个人说话 也能抒发下心中抑郁 不是吗 况且殿下 马上就要走了 就算跟我说了什么 也应该不怕我宣扬 毕竟小生 身在岭南这样的荒僻地 殿下应当对我放心一二 慕婉瑶抬目 看到他跪于自己审判 青山垂地 斧头竖发 严实声眉目间 运着天生的 抚平人心的温和气质 让人想要信赖他 但是慕婉瑶 终归是和过亲的丹阳公主 他早不信任何人的感情 他只信 无力 不起早 他也不觉得 一个乡野书生 毫无见识 能对自己的困境 提出什么解决方法 慕婉瑶便怀着一种 抒发心中抑郁的目的 语气缭络的 随口与他道 我以为故人 和我有些矛盾 他最近恐怕要找我麻烦 我得解决此事 陛下能管吗 此事不能让我父皇知道 最好是我自己解决 我父皇一旦插手 情势就与我不利了 对方家事如何 对待亲朋劝述如何 可有什么弱点 殿下是想一劳永逸 还是只是暂时解决 你 怎么 我哪里说错了 我觉得 你在暗示我杀了此人 殿下没有听错 光一声 慕婉瑶手中捧着的茶盏 摔下去 碎在地上 失了第一 然而相依而作的少年男女 都没有理会 二人对视 慕婉瑶震惊地无以复加 她几乎不认识阎诗生了 你不就是一个普通的书生吗 为何会弹杀而灭不改色 小生只是随口一说 我 我被鬼迷了心窍 竟真的去想阎诗生话中的可能 杀蒙在什么 我早就想杀了 一年前误瞒内乱世 我已经下杀手了 然而那人没有死 她死里逃生 恐怕对我的手都会非常警惕 而且 而且我也杀不了她 她手中能用到的势力远比我大 那是她的地盘 我根本接近不了她 当然我等着她来找我 由心中不甘 如此 不能涌出后患的话 当将事情拖过去 例如 她有什么在意的 殿下能够用很小的代价换取的 殿下 可让她忙于此事 穆婉瑶 微微汗手 陷入沉思 阎诗生 微微一笑 从怀中取出帕子 蹲在地上 将碎了的茶盏碎片 一一捡起 避免有人进来 被瓷器碎片弄伤 她收拾完后 再看穆婉瑶 见她仍低着头 穆婉瑶平时美目流波 但不说话 不理人的时候 身色冷漠 严实声不再打扰她 推门出去时 又呼地回头 殿下 嗯 严实声立在门口 面容掩在阴影中 只露出一点 倦意勾出的轮廓 殿下说的故人 与乌满有关吗 次日 天降绵绵细雨 严家所有人 还有刘文奇 一起撑伞出门送行 看到公主一行 浩荡的车马 众人心思各异 春华带着木梨遮雨 和其他侍女 一起拜别严家人 将公主赐下的礼物 赠给严家 到刘文奇身边时 隔着木梨杀仗 春华飞快地 看她一眼 杨子 待明年三月份 我进了长安 我便去找你 春华借着将笔墨 赠给刘文奇的功夫 将手中一张纸团 塞入她手中 刘文奇诧异时 春华已与其他侍女 转过了身 只擦肩时 留下滴滴一语 带七生走了 流浪再看 刘文奇惊喜地攥紧手 目光站站 侍女和卫室们忙碌 木碗瑶则从头到尾 没有路面 她坐在马车中 打开一个黑色木匣 这木匣是今日天未亮时 岩石生敲开她的门送来的 木匣中静静躺着一折子 木碗瑶打开折子 本是漫不清心 却越看 目光越凝 折子上写的 是该如何对付乌蛮势力 岩石生猜 木碗瑶得罪的 当是蛮族的高层 鉴于乌蛮至今是奴隶制 岩石生大胆揣摩 乌蛮有人登王位 木碗瑶得罪的人 是乌蛮王 既然得罪乌蛮王 那让乌蛮王最心痛的 便当是土地受损 族人受损 据岩石生所知 丹阳公主的母家 李氏 曾掌管边军 此时虽然已经不掌管了 但李氏经营边军 那么多年 应该也有些高层军官 至今追随李氏 那么可以小谷边军骚扰 也不与乌蛮开战 而是掳一些乌蛮百姓 或者火烧一些营帐 再或者挑拨乌蛮和南蛮 其他四部的关系 岩石生足足写了十条可行之册 木碗瑶震惊无言 他捧着折子 一时间心潮激荡 一次千金 他是熬了一宿没睡 为我献策吗 春华在外敲了敲车窗 然后柔声开口 殿下 颜二郎在外向你请安 木碗瑶回过神 他盯着手中折子上的字 抿了抿唇 压下心中烦躁 你过来干什么 只是告诉殿下一声 我将家中剩下的灵溪波罗 我与小妹重新制好的酱真香 还有殿下喜欢的糖 都让春华娘子带走了 其他还好 糖豆怕化了 特来告知殿下一声 殿下 你将你家的岭南名酒 灵溪波罗 整台都送过来了 是 要与我喝一杯告别酒吗 立在马车外的严实声正一下 差异 公主难道忘了 她曾说过她不饮酒的 严实声便再次重复 我不饮酒 啊 严实声见自己送了她这么多礼 她都压根没有下车 相见最后一面的意思 心中颇有些失落 既然公主最后一面都不见 严实声只好无奈地向春华点下头 便转身要走 这时 木婉瑶的声音从马车内传来 你靠近一点 严实声看看春华 她向马车走近一点 木婉瑶声音在细语中 带出几分妖眼 再近一点 这时候 严实声已经挨着马车了 不得不收了伞 便听得木婉瑶再道 上马车来 严实声犹豫下 辽袍踩上灯车小凳 她弯身之时 那紧闭着的车门 光一声从内推开 她抬目 片刻正冷之时 木婉瑶一把拽住她的手腕 将她扯进了马车中 下方侍女和卫使面面相去 见马车门重新关上 被拽进车中 严实声裂窃一下 跌坐在阴露上 一缕发丝落在脸颊上 严实声抬头 向木婉瑶看去 正要说句话 就见她轻身而来 搂住自己的脖梗 唇贴了上来 严实声双目睁大 后脑勺磕在车壁上 她向后躲 木婉瑶却直贴而来 根本不给她拒绝的机会 她张口欲变 木婉瑶眉目一弯 抓住这机会 鼻尖与她倾擦 与她一勾一舔 严实声半身发麻 她反抗要推 木婉瑶贴着她的唇 幽声道 你想让外面的人 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了 严实声全身更是僵硬 后背靠着车壁 她头微微痒 感受着她的温度 香气屡屡绕绕 尺间满满充斥着热与柔 严实声手肘 一下子撞在了车壁上 第二十四节 那细雨隔着木棱子窗飘入 又凉又热 那地上繁复的阴露 又旋转又铺沉 首尔传来的麻头 眼前弥漫开的雾气 心头升起的战力 一股股被锁在冰川下压抑 又想要冲破铁锁的冲动 严实声一动不敢动 想推不敢推 外面尽是侍女和卫士 她一点声音都不能发出 她秉着呼吸 面容飞快胀红 唇间气息融融 额头上向下渗汗 眼尾的红韵一点点荡开 动弹不得的禁锢 与不为人知的快意同时袭来 冰火两重天下 让人又羞耻又沉醉 情不自禁 双目迷离 严实声抬起手 虚虚搂住她的后背 想回应她 哼的一声 严实声被一把推下了马车 多亏下方的方位是扶住了她 车中 木婉瑶的声音沙哑响起 我们走吧 雨丝连城 严实声站在雨中 身体被淋湿 也没在意 还是严小舟点脚撑散 为二哥挡雨 她失魂落魄的 久久凝视那雨 凝视那远去的车队 恍惚看见最开始 木婉瑶坐于车下矮凳上 红裙夜地 侧过脸掩着雨扇 看着自己笑 恍惚看见方才 她将自己压在车中 那般戏弄 公主的车队远去 带着木离的春华骑在马上 回头看向身后送行的人 他们的身形消失在雨幕中 刘文吉悄悄悄地将春华塞给她的纸条打开 上面写着清丽小凯 相亲勿相忘 努力爱春华 相亲勿相忘 努力爱春华 十一月初 丹阳公主到了南海 下马车时 南海百姓争相围观 他们从未见过 有公主来他们这样的地方 公主叶锦绣 耀朱翠 让他们望之静养 短暂接见李仪之后 木婉瑶前去南海县令 李直的书舍 拜见自己的舅舅 李直哪里会让公主真向自己行礼 木婉瑶只是才屈膝 就被李直诚惶惶惶惶地扶了起来 生就二人对望 都觉得时光恐走 自三年前长安别后 各自都变了很多 木婉瑶再不是十四五岁时 那个娇然可爱 懵懵懂懂的小公主 李直也已有了孙辈 如今三室同堂 李直是个面相偏瘦的文人形象 他请外甥女坐下 让侍女端插地水 殿下十月份就来领南了 臣整日翘首以盼 却是过了一月有余 才见到殿下 真是不容易 自家人 舅舅不必与我太过讲礼数 十月份我生了肠病 不得不在沙水镇养身子 让舅舅担心了 臣听说了 却听得不太清楚 殿下能具体说说吗 木婉瑶便将自己 想找白牛茶树带回长安的事 大略讲了讲 他刚过来时 已经问过人 南海这边对白牛茶树 也不太清楚 可见 他是真得到了稀有的好东西 李直辅着须 若有所思 好一处阳谋 陈隐约听说 那炎二郎不过时期 倒是好手段 啊 舅舅在说什么 什么阳谋 这和炎二郎有什么关系 李直深目望向丹阳公主 不要说这个并不懂政治的外甥女 就是他初听此谋 都只能探一声阳谋 而阳谋最是让人无可奈何 也不能让人说错的了 那炎二郎曾亲自示意过你 白牛茶的有去处 要是不出我所料 在你普通表明你身份前 他应该也拐弯抹角 猜出了你的身份 他既然向你掩饰了白牛茶 为何不送佛送到西 干脆将茶树送你 偏偏让你自己去找 他既是本地人 难道他不知道 那里有蛇窝 有迷魂草吗 可以说他是很少去那边 所以不清楚 但他也可能很清楚 我猜 即便当时南海 没有派人去寻你 炎二郎也必然找一个借口 去野外救你 但谁也不能说他 因你去不去野外 是由你自己控制 蛇咬不咬你 那蛇又不是他养的 他欲成为你的救命恩人 想攀上殿下 攀上我做什么 什么 沐婉瑶瞬间懂了 成为了他的救命恩人 在他走后 岭南道这边的官员 必然会关注严家 严实生一心可靠 定是想用这种方式成功 可笑 我以为他攀上殿下 是想上公主 但炎二郎以为 他一个乡野书生 就能上公主吗 这似乎 与他能想出 阳谋的材质 不符合呀 哼 他哪里是想上公主 他是想明年周考 得到官员们的推举 能够去长安 原来如此 因他这人师父一道 乱七八糟 不值一提 他要是能靠他的财学 得到周考名额 我简直可以跟他性了 他将我玩弄于掌骨剑 亏我以为燕生对我 亏我临边时 还对他生了愧疚心 来人 去沙水镇锅找炎二郎 将他 然而吩咐到一半 慕婉瑶又默地收了口 他想起临别时 严实声被压在车壁上 眉眼泛红 喘息微微的模样 严实声被强迫半晌后动了情 但他才想搂自己的肩 就被自己毫不留情推下去 慕婉瑶脸颊发烫 掩饰的喝口茶 却被茶烫得脸更红 染了胭脂一般 李直全程关注着公主的态度 似笑非笑 因发现自己被严实声利用了一把 慕婉瑶心情不渝 他忍了许久 没有忍下去 到晚膳的时候 憋了一天的公主 到底是让方卫使走了一趟 他让方桐去趟沙水镇 将严实声狠狠骂上两个时辰 最好是你半夜三更去敲门 将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骂上两个时辰 如此才能解我恨 四日中午 方桐回来 快马加鞭赶路后 方桐疲惫地 向慕婉瑶描述 半夜被喊起来挨骂的炎二郎 是何等无奈 又错愕 慕婉瑶听闻 严实声错愕 且无奈 扑斥一声笑出来 他原谅了那人后 才想起来 炎二郎临别时 写给他的折子 慕婉瑶便又去找李直 将严实声写的 对付乌蛮的折子 献出去 慕婉瑶要解决蒙在十一市 急匆匆来南海 自然是要问侧李直的 他舅舅曾掌管十万边军 又在长安是正斗 一把好手 严实声的策略 有没有用 李直过目了 慕婉瑶才能放心 倒不是说 李直这个舅舅 多么疼爱自己姐姐 膝下仅剩的一个幼女 而是正直使然 慕婉瑶回归长安 需要靠金林李氏 金林李氏想翻身 也得靠慕婉瑶 在长安的周旋 双方互利 已统一战线 李直看了看那折子 目中渐渐亮起 可惜了 怎么 若不是你说这颜二郎 一心要去长安 我倒想 让他来我身边 做一谋事 你说你从未告诉他 乌满的情况 他自己却猜得 八九不离十 这帮人物 前途不可限量啊 慕婉瑶唇脚轻轻一勾 觉得这番话 倒像是在夸自己似的 然而他又嫌弃开口 有什么难得的 让他写诗作诅 能难死他 我看他 使了这么多心机 要去长安 可到长安还得考师傅 他连进进士都够选 我看他 没什么别的本事 文言 李直摇头笑笑 没有理会公主的嘴硬 收下了折子 李直继续道 颜二郎祭祀中的一条 很不错 我打算用了 我虽已不掌管边军 但边军中 还是有些人听我话的 有此计 我会帮殿下解决 乌满王此人 起码一年时间 乌满王 是没空去骚扰殿下的 殿下受苦了 殿下且放心 既然你已经从乌满回来了 我便绝不会让你 再回到乌满那种蛮荒之地了 第二十五集 慕婉瑶敷衍道谢 他心知肚明 当日他嫁去乌满 也是这个舅舅和自己母后商量的结果 那时候李氏需要牺牲他 在长安得到话语权 现在李氏帮他 也是为了日后能够翻身 利益使然而已 他要是觉得舅舅是心疼他才帮他 也太傻了 果然 说完了此事 李氏就顺口说到了他的婚姻 就是已了 殿下又芳华如此 可在长安有喜欢的郎君 咱们大魏的儿女并没有嫁过人后 就不能再嫁的道理 寻常百姓能再嫁 和过亲的公主当然也可以 我没有 太子殿下倒是给我推荐过不少 因为太子也想拉穆婉瑶入阵营 想要他背后的李氏势力 李侄目光一闪 不置可否 显然 李氏既默许穆婉瑶在长安依附于太子 又不愿穆婉瑶和太子的关系更进一步 我去年来岭南前 曾路过洛阳 殿下当知洛阳大姓为师 殿下不应和维加嫡系子弟成亲 因陛下会提防 但如果只是一个数字 陛下倒也不会质疑太多 我在洛阳时 遇见过一个天才少年 正是维加一个数字 他母亲是外事 回到为家后 颇不受待见 我收了他做弟子 教了他几天学问 临别时 我与他说 他可去长安参加科考 想担扬公主投名 殿下到时见一见他 若是觉得可以 不妨让他成为驸马 穆网瑶默然片刻 轻轻点了下头 李直见他态度冷淡 便多说了几句 殿下可放心 臣看重的弟子 绝不是无名之辈 他风采极佳 才华横溢 若非被为师常年打压 也轮不到臣去收买 不过殿下 也不必急着嫁人 你们可以先了解彼此 拖上一年两年的 都没什么 拖上一两年 两三年都没事 这话说得奇怪 他叫什么 为树 我为他取了字 巨猿 也许你现在无所谓 但你见了维巨猿 便会知我 并非在逼迫你嫁人 比起太子 为你找的姻缘 维巨猿 他更适合成为你的良配 听了这番话语 穆网瑶再次点头 李直盯了他片刻 问 怎么 你不愿吗 难道你有自己喜欢的 对方是哪家大姓子弟 舅舅可帮你参想 大姓子弟 穆网瑶眉目弯起 于李直谈了一整晚 月上烧头 舅舅误会了 我家谁都无所谓的 若是过了很多年 你有了喜欢的 也可何离 去嫁你真正喜欢的 这是现在不行 你懂吗 瑶瑶 舅舅真的无悔了 我没有喜欢谁 以前不喜欢 以后也不喜欢 从乌满回来 我发誓要做一个 肆意任性 坏脾气的公主 婚嫁在我这里 无所谓的 她侧过脸 目光津津地 静看窗外月光 重回长安的 和勤公主 不容易 她不能想嫁谁 就嫁谁的 所以 她谁也不喜欢 她再不会让自己受委屈 让身边人受委屈了 星垂山野 乌满王亭仗下 灯火达旦 歌舞尽欢 仗中最中间 放着一青铜大顶 正鼓鼓地煮着沸水 有四个身材 睽萎的力士 抬着一头全羊进仗 威风赫赫 紧接着 他们站在大顶四方 郑重地将切好的羊肉 扔进顶中煮肺 肉香扑鼻 仗中这些被邀请而来的人 个个局促 又有些不安地 盯着顶中正在煮的羊肉 乌满王蒙在时 大马筋刀地 坐在虎皮王座上 看下方人欣赏歌舞 都不自在 又偷偷窥探自己 他面容冷卷 在阴影光下 显得几分阴质 他抬手 让身边服侍的侍女 退下 端起一碗烧酒 帐中静下 只有煮水声沸腾 还有肉香阵阵 众人听 乌满王用一种 慵懒的调子开口 今夜照你们 不是什么坏事 诸位不必紧张 本王与效仿大魏制度 结出你们的奴隶身份 封封尔等为贵族 此而等金银珠宝 美人羊群 今后除了面对本王 尔等可以自己养奴隶 养牛羊 不再有罪 诸位与本王在此 煞雪为盟 本王在一日 便不会辜负你们 今后 你们跟着本王打仗 也不必将所有财物献上 允许你们留一部分 众人面面相去 不解乌满王的意思 乌满制度落后 唯一的主人是乌满王 其他所有人 不管是跟着大王打仗的 还是伺候大王的 全都是奴隶 奴隶没有人权 没有隐瞒财物的权利 只要被乌满王发现 就是死罪 但是总有些人 羡慕那些漂亮的珠宝 想要那些华丽的绸缎 他们偷偷藏起来 又怕乌满王发现 怪罪下来 而今夜 乌满王说 要废除他们的奴隶身份 众人颤颤的 大王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懂 你们不必明白 只知道从此后 你们是主人 不再是奴隶就好 说吧 蒙在时抬手 让历史献上匕首 他缓缓起身 高大修长的身形 站起来 威慑力 让整个营帐 静谜无声 这位雄才伪劣的王者 握着匕首 在手掌划一道长口子 看着血 一滴滴落入碗中 他一饮而尽 向诸人示意 众人慌忙跟上 看着他们这些 兴风的贵族 蒙在时若有所思 之前 大魏来的丹阳公主 说他们大魏 不是所有人都是奴隶 皇帝可以让人 帮自己治理国家 但皇帝不能侮辱一个世人 大魏有很多贵族 有这些贵族在 大魏皇帝的命令 才能自上而下地执行 昔日黄昏下 那位公主与他一道骑着马 在石林间穿行 慕婉瑶行在前方 握着马将 回头与他笑道 你不可能让所有人 都听你的 却不给你的人 一点尊重 对不对 那殿下与我合作 又是想从我这里 得到什么好处呢 切身只愿狼君做了大王 不要辜负切身 想到此 蒙在石择一声 昔日他与家人真真假假的作戏 哪想到 哪想到家人也在利用他呢 好端端一个漂亮的和亲公主 又是被我父王逼成了一个诡计多端的公主 太不可爱了 蒙在石正怀念公主的浅笑倩息时 骤然看到 粘帘被推开 一个武士进来通报 大王 远方好像有火光 他脸色骤变 猛地站起 当夜 乌蛮王和身后这群 自己刚风的贵族 登上了山顶 果然看到远方火光冲天 那火光却不属于乌蛮 而是来自与乌蛮相邻的赤蛮 应该是大魏军队 趁夜偷袭赤蛮 反正是赤蛮在和大魏打仗 和我们没关系 蒙在石没有理会身后人的如释重负 他皱着眉心事重重 返回王庭后 蒙在石吩咐军队 准备迎接战争 而下属们还在茫然 大魏偷袭赤蛮 跟我们乌蛮有什么关系 只过了两天 当赤蛮有人带着羊群 逃来乌蛮时 就有新疯的贵族坐不住了 他们跑来蒙在石面前 指手画脚 那赤蛮逃来的人 不光运以后 我们拿出身换粮食 还说那大火烧得很大 赤蛮王愤怒不已 正在追杀大魏军队 逃来的人说 他们那里很多丢在路边的兽皮 都没有人要 大王 我们去取了吧 取了后和大魏换珠宝 贵族们兴奋地讨论时 蒙在石退出了营仗 漫然骑马而行 很快 下属们将打探的消息带回来 说那些贵族们都希望打仗 你们也觉得此时应该和赤蛮开战 大王刚统一了乌蛮 而今想在乌蛮内部 开战从大魏学来的攻击 就不宜在此时开战 打来打去 只为了一点珠宝 得不偿失啊 第二十六集 蒙在石任由他们发表意见 很快 讨论结果出来了 众人一致劝蒙在石 不要和赤蛮打仗 哦 我说不开战就不开战吗 文言 下属正愣 蒙在石手臂一挥 只向远方营仗门口 那群热烈讨论的贵族们 你看他们 哥哥贪婪无度 刚被封了贵族就想着抢占 珠宝绸缎 牛羊美人 因为这是本王刚给的权利吗 多个新鲜感 怕本王哪天收回了权利 贪婪 遮蔽他们的眼睛 愚昧 让他们目光前短 本王要是在此时说我们不要打仗了 你猜本王约束得了 或者本王选择镇压了他们 那么他们就会觉得本王出尔反尔 依然将他们当奴隶 本王之前所做的 就白做了 身后跟随的下属们悚然而望 确实如此 对于那批蝗虫 此时若是约束 反而会失了民心 蒙在时闭幕 慢慢露出一个阴沉的笑 这仗目前只能打 趁此机会 干脆统一赤蛮 让赤蛮成为乌蛮不孝 大卫这一处祸水冬饮 用得好 他们早料到偷袭赤蛮 会波及到乌蛮 这个刚统一的不足吧 南蛮两大步开战 大卫只损失了一匹兵马 就可以坐毕上官 这个结果 他们求之不得 大王那夜看到大火 就让我当准备开战 显然大王那时候 就料到了这一切 大王的谋略 不比大卫差 我们和大卫是和亲关系 大卫不想和我们开战 又想收拾我们 就利用赤蛮让我们打起来 有意思 本王刚让人带话给大卫 就除了这种事 说不定还真是那位公主的手段 但公主并不懂政治才是 让我们在大卫的暗探 去查是谁给大卫边军出的这个主意 我非杀了他不可 李直送走丹阳公主后 打探到乌蛮和赤蛮开了战 不由笑了一声 心中记住了那献策的颜二郎 年关前 丹阳公主终于返回了长安 回到了自己的公主府上 此年元日 时隔三年 丹阳公主再次和自己的一众兄长和姐姐 与皇帝在皇宫过元日节 只是比起三年前 皇后早已不在了 元日后众人交际 公主府上迎来了曾经在府上做过幕僚 而今是户部侍郎的一个大官 此人前来感恩公主的栽培 穆婉瑶勉励他跟着太子好好做事 如是许多人前来拜访穆婉瑶 大多是之前从公主府上出去 而今有了好前程的 穆婉瑶耐着性子 一一安抚了他们 但来拜见的人多了 他又烦得干脆称病不出门了 三月份 科考开始 春华从二月中旬就开始心慌 不停地寻借口出公主府 打探科考的情况 放榜时 春华得知榜上没有刘文吉的名字 心里一阵失落 但他又强大精神安慰自己 大卫的科考 每年都很难 刘文吉一年不中 也是正常的 春华赶着出公主府 去安慰自己那落榜的情郎 却一整日都没找到刘文吉 他估计刘文吉是因为羞愧而故意躲着自己 只好先回了公主府 傍晚时 春华失魂落魄地边走边向刘文吉的事 听见旁边有一人喊他 春华 春华抬目看去 见识方桐方卫时 他手上捏着一封信 愁眉苦脸地过来 春华 你帮我念念 阎二郎给我的信上都写了些什么 阎二郎这么客气地写信 可我连字都不认识 春华打起精神 帮方桐看阎二郎寄来的信 他们二人却没料到 隔着篮子 慕晚瑶刚从外吃酒回来 慕晚瑶正遥遥地走着 冷不丁听到了 阎二郎几个字 脚步一顿 疑心自己听错了 他隔着围账 问凑在一起读信的春华和方桐 阎师生写的信 是啊 阎二郎真是好人 经常给属下写信 他被春华狠狠踹了一脚 不知道春华为何如此 围账后的长廊上 慕晚瑶默然片刻 问春华 他也与你写过信吗 只是偶尔向婢子讨教一些问题 啊 殿下这么问是什么意思 难道阎二郎不曾与殿下写过信吗 怎么可能 阎二郎那么会做人 他的笑声尴尬地弱了下去 阴侍女们掀开了帘子 慕晚瑶目光没有阻挡地冰冷地看着他 春华在旁小声道 方卫士你别说了 别说阎二郎从未给殿下写过一封信 殿下都不知道阎二郎给我们写过信 因为在太子那里吃了酒 所以现在也不需用晚膳了 慕晚瑶直接让侍女们与卫士们来堂前排排站 他要审问 到底有谁收到了阎二郎的信 春华也作为被审问者立在堂下 他小心抬目看眼公主的神色 见公主眼尾的金银粉装晕厚 脸色有些苍白 公主枕着手臂 斜握在长榻上 侍女们小心伺候 大气不敢出 唯恐殿下发怒 在慕晚瑶的质问下 三三两两的侍女和侍卫们站了出来 不安地说自己收到过阎二郎的信 之前在岭南时 属下与阎二郎闲聊 告诉他属下有些旧伤 下雨天会头痛 二郎后来就写信来问此事 还寄了草药来 婢子是在岭南时 有一日得了风寒 是二郎给的药 回到长安后 二郎问婢子一些长安所事的时候 婢子见他人那般好 就如是答了 下方人说得絮絮叨叨 慕晚瑶脸色则越听越难看 他听明白了 那个神通广大的阎二郎 不光和他的仆从们来往书信 还时不时寄些东西 见有人还在说 慕晚瑶起身 一盏茶泼了出去 下方当即晋升 方卫士 是 一事不劳二主 既然你曾经骂过岭二郎 还因此和他骂出了情谊 那这次 便你来说 让春华写信 你帮本公主好好将岭二郎骂一顿 问他为何如此不知感恩 为何与我一句话也没有 当日不是利用我利用得很好 不是像狗一样讨好我 怎么一转眼就翻脸不认人了 哼 这可不行啊 岩石兽 要讨好本公主 那就得持之以恒 给我好生嘛 殿下 殿下醉了 该去歇息了 众女簇拥着公主回去歇息 春华让下人们先散了 和方童面面相去 一会儿侍女夏荣出来 告诉二人 今日公主在太子宴上 有大臣说 一个和过亲的公主 不该到处乱逛 殿下在太子那里就发了火 还被太子骂了 殿下当时直接就走了 所以心情不好 回来说话才重了些 好在是冲眼儿郎发火 没有打杀我等 文言 春华和方童叹了口气 心中皆有些酸楚 担心公主这般不给太子面子 日后醒了酒 大概又得忍着去和太子道歉 殿下不只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整个公主府上的人 那骂颜儿郎的这封信 还写不写 写吧 不写的话公主又要生气 再加一封信 向颜儿郎说明情况便是 让他别怪我们殿下 信件写好了 到了次日 穆婉瑶醒酒后看了一下 呜一声后就不说什么了 春华便出去 让人去岭南送信 这时有侍女来通报他 春华姐姐 刘郎来府上找你了 春华一正 能见到情郎自然十分喜悦 昨日放榜 榜上没有刘文吉的名字 他一直为情郎担心 不知刘文吉 今日状态可好 第二十七集 春华手中还拿着信 就出了内宅 去外宅门楼 尔房旁 果然见到一身 同步青山的郎君 背对着他 望着公主府的门墙出神 听到脚步声 刘文吉回过身 面容依旧清倦 眼中却带几分 熬夜后的红血丝 他对春华露出笑来 昨日放榜 没什么的 不过是落榜而已 我在长安这两个月 也看明白了 才子这么多 我一时不适应而已 我打算与我家中去心 告诉我阿父阿母 我要留在长安 明年再考一次 不成近时 我绝不会临难 有了第一次经验 明年三月 我定会吉地 春华忧心忡忡 因他从小跟着公主 长在长安 知道这里才子有多少 能重近视的 不过千万分之一 但是看刘文吉 信心满满 目中尽是少年人 独有的桀骜与自信 春华便轻轻笑了一下 汗手鼓励他 刘文吉看到他温柔的笑容 脸微微发红 也为自己昨日躲着不见 而羞愧 他咳嗽一声 转移话题 你手中拿的是什么 帮你们公主寄信吗 哦 是啊 陛下要寄信去岭南 和阎二郎 问一些事情 阎二郎 居然还和公主殿下 有往来啊 刘文吉自然是和 阎时生有书信往来 此时听到 阎时生和公主书信往来 他心中觉得不舒服 他想到了自己在长安听到的 多少才子拿着干夜诗行卷投名 四处找那些大臣皇亲 希望得到对方赏识 好在科举中 极地的事情 刘文吉素来瞧不起这种人 没想到 阎时生竟然言 啊 对了 刘狼 你是不是 也要向李南寄信啊 不如把你要寄的信拿来 我让公主府一并寄出去 公主府寄出的信 一站那里定然处理得很快 这样 你很快就能收到回信 我不是攀附权贵 阿谀奉承之日 公主府的好 我是没缘分售的 春华抿下唇 知道他自尊心强 也向来不喜欢那种靠关系的人 便不再说什么了 只是流浪何时才能明白 水之轻则无语啊 一个月后的岭南沙水镇 阎时生坐在屋中 看着来自长安 来自慕婉瑶的信 公主则问他 为何不与他写信 岩师生沉默而作 想起慕婉瑶 他便想起临别时 慕婉瑶将他扯进车中亲自己 那日 慕婉瑶手抚着他的脸颊 唇齿清香的感觉 至今让他想起 就心烦意乱 也不能寐 他不知该如何面对慕婉瑶 但是至少现在看 公主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 慕婉瑶不觉得自己临走时那一亲代表什么 也不觉得那一亲会让他们关系变得奇怪 岩师生知道 慕婉瑶又不喜欢自己 不过是一时情动 在斗自己罢了 丹阳公主将他当作一个玩物 走时一句话不说 走后一个信息不给 慕婉瑶用无情的行动告诉他 那不代表什么 他也别想以此要挟什么 岩师生坐在窗下 暗自琢磨慕婉瑶的意思 慕婉瑶是个任性的女郎 既不想岩师生对他们两人的关系多想 又不希望岩师生刻意回避 然而方卫时又说 公主现在很难过 岩师生不想让她更难过 手指狼嚎哭坐在案前许久后 岩师生也不知该怎么回这样的信 外面妖媚严小舟喊道 二哥 你已经坐了一下午了 大哥喊你出去跟他一起跑步 哎 来了 岩师生应一声 放下了手中笔 不过 慕婉瑶最终还是收到 岩师生的信了 其实也是 他都写信去骂了 按照岩二郎那会做人的态度 怎么可能会不给公主回信呢 五月份的时候 慕婉瑶坐在廊下吃着樱桃 听春华念信 总之 二郎向殿下道歉 为了赔礼 他还赠了画眉石来 说是岭南有名的石袋 给殿下画眉用 岭南产石袋 温润松软 在滴香路 其后磨出的末叶鲜亮碎心 用来画眉最为清晰好看 但这谁不知道 有他会计划险服 然而春华捧着匣子过来时 慕婉瑶还是慢悠悠地打开了匣子 十二生肖状的画眉石摆在匣子中 雕刻得栩栩如生 像十二只小动物一般 巴巴地看着慕婉瑶 侍候的侍女们齐声惊呼 慕婉瑶正住 伸手把玩一尊画眉石 爱不释手地去把玩另一尊 他细白的手指轻轻摩缩 看出这是刚雕好的 慕婉瑶心中一动 按照严石生为人的谨慎劲 这十二生肖应当是他自己雕的 绝不可能假以他手 他这人 面子功夫永远做得最好 却好像怕别人感受不到他的用心似的 慕婉瑶敏纯恨严石生太会讨好人 但恋恋不舍摸着十二生肖的时候 他又俯塞笑了出来 不管他跟别人送什么礼物 送我这里的 是最费心最好的便是 看公主眉目含笑的样子 春花知道他消气了 便故意地向慕婉瑶问道 殿下这下高兴了 高兴什么呀 把画眉石雕得这么好 还让人怎么舍得用 他就是故意让我只看不能用吧 公主太难讨好了 你送些从西域运来的葡萄给领难 是太子殿下送公主的吗 这路途遥远 若是中途坏了 慕婉瑶掩着扇子挡住自己的脸 在榻上翻个身 围仗飞扬 挡住了他的身形 侍女们看不到公主的神色 只听到他漫不经心地开口 坏了就坏了 我只是觉得 香马老没有吃过葡萄 让他尝尝而已 要是中途坏了 就是他没有缘分 侍女们正在围着公主说话 忽然听得有人在外传话过来 殿下 有个围棋狼求见 说是他老是让他来拜 众侍女不明所以 买脸于枕下的慕婉瑶睁开了眼 想了起来 这是他舅舅推荐的伟家庶子 伟巨猿来长安了 按照他舅舅的计划 这应该是他的驸马了 该去为难为难 在侍女簇拥下 慕婉瑶慢悠悠地 前往那半路天的正堂 此年代权贵人家 大部分的正堂都没有四面墙 而是用几根柱子 织起来眼顶 四面通风 沿着长廊走去正堂 正好可见立在堂外的少年郎君 有侍女对那等候的少年郎君屈膝 郎君 我们殿下来了 尾数抬头 向那威蕊阴下走来的少年公主看去 只一眼看去 他便觉得飞红鲜艳 气势夺目 而走来的慕婉瑶 也一眼看到了他 少年郎君立在堂前 风姿郁美 气滑高燃 那少年仰面看来时 阳光落在身上 周身雪光练艳 灼然生辉 慕婉瑶此生 从未见过这样干净 清冷的人 尾数整个人就如斧头塔上的一层雪光 让人生不起半分戏弄感 舅舅没骗我 这人资质 绝对是我见过那么多男子中的上等 但唯一的问题是 慕婉瑶站在堂前 收了自己脸上的细血不屑 正正经经地问了一句 回巨园 敢问你今年多大 十四 难怪舅舅不着急我二人成婚 含糊地说多认识几年再说 慕婉瑶今年已经十八了 面对一个十四岁的少年郎君 就算对方再貌美 他也下不去手 慕婉瑶腮盼微红 干渴到 你来长安做什么 洛阳待不下去了 老师让我来长安 我打算参加明年的科考 希望公主能帮我在长安找些房舍补从 日后我会报答殿下的 好说好说 一时间二人都沉默了 慕婉瑶悄悄看维树 见对方虽那般小 看着却沉静冷然 慕婉瑶悄悄看他时 他不动声色地移开了目光 脸颊微红 显然 他对理直的安排心中有数 并且有些尴尬 第二十八集 慕婉瑶便淡然地安排对方喝茶 他与尾树聊了一整个下午 不过只是聊些洛阳风土人情 尾树虽然年少 谈吐修养却显然是名门大家才能养出来的 一时间不谈风月 二人倒也宾主尽欢 其乐融融 礼直对公主的婚事有自己的考量 太子自然也有自己的考虑 东宫中 尾树前脚刚走 太子就得人通报 太子独坐半晌 突然手中转着流星杯的动作一顿 张口吩咐人 将杨四召回长安 到底是和六妹青梅猪马一起长大的 他对六妹的回长安就一点反应都没有吗 太子殿下 你也知道杨三郎脾性桀骜 是您安排杨三郎去拢西边军历练的 这么积极地把人召回来 杨三郎会不高兴吧 脾气大的他 青梅猪马回到长安 他关心难道不是正常的吗 非要等到李氏被洛阳为氏笼络去了 他就高兴了是吧 让他回长安来 想练兵的话 顾给他与林军中的职务 他的任务 首要就是和六妹搞好关系 将金陵李氏给顾拉拢来 如此一番 自然有快马加鞭出了长安 前往隆西去寻杨三郎 太子希望在丹阳公主的婚事上 安排的能是自己的人 而自己人中 杨三郎杨四 从小和穆婉瑶青梅竹马 又一直是太子的半毒贤马 自然是最值得信任了 于是 整整一年 穆婉瑶都被夹在太子 和李家的谋算中 岭南的书信依然往来 但因为距离太远 书信不方便 穆婉瑶起初还关心过颜二郎 后来跟着太子忙碌 他便将严实声望到了脑后 当日 岭南潇潇沐沐雨中的少年郎君 不过是氛围所拖出的情愫罢了 又有什么重要的 穆婉瑶从最初的 偶尔问一句颜二郎书信 到后来 即使对方来信了 他也不问不看 知道公主的兴趣已经过去了 春华等人 也不再拿颜二郎的信 烦公主 不过颜二郎信中内容有趣 会与他们讲一些 岭南风情传奇 春华风童等人 每月看颜二郎的信 都看得津津有味 争相传越 这一年的十月份 严实声如自己预算的那般 得到了广州这边 被派去长安科考的名额 这一年 严家大郎娶妻后 家中就将办完婚事后 剩下的所有值钱物 置换成了金钉 全部塞进了颜二郎的包袱 刚过完年 他们就催促严实声去长安 不要误了二月份的科考 而整日喝酒 对儿子前程从不过问的严父 在儿子要离家前一夜 将他叫到了屋中 毕竟自己父亲曾是中过禁食的 严实声当然要听一听 父亲对自己的考试 有没有什么建议 建议倒是没有的 但严父也确实给他做了安排 我是远离长安圈子久了 没什么能帮你的 但我有个老友 现在是太学博士 虽然是个六品的小官 也没什么前途 但正好对你有利 我早就书信我那老友 让他收你做弟子 你到长安后就投奔他去吧 二郎 你是个主意比谁都大的孩子 几个子女中 为父最不担心 也最担心的就是你了 只希望你不管福祸 都莫忘了家里 不要一人独扛 有什么为难的 比如缺钱了 就告诉我们 听闻这一番话 严二郎目中微热 不说话 只跪下 向父亲正经叩拜 你那老师 已经答应 收你为弟子了 不过他说 你的名字不好 他要帮你改名 你可愿意 自是听老师与父亲的 严父点头 看儿子跪在面前 他心中唏嘘 不知二郎此次一走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他自己当年在长安 没有求得一官半职 不知道 二郎会不会跟他一样 然 唏嘘过后 严父突然从怀中 珍重地摸出一玉佩 神神秘秘地 交给严二郎 只要是你母亲 还在事实 就让我保存的 这是咱们家 娶媳妇的祖传 定情信物 只是你们几个孩子 太多了 未复不知道该传给谁 想来想去 就传给你吧 大哥刚成亲 大嫂都没见过这玉佩 而我去长安市考试 您却把定情信物给我 哎呀 未复就是督促你 别总想着考试事业 赶紧娶其生子 你到长安 托你老师找一门好亲事 肯定比在岭南好啊 人家长安的好娘子 虽看不上其他的 但咱们这祖传的定情信物 总不搂窃吧 总之 你已经失罢了 最好今年就成亲 明年就让我抱孙子 你是家中老二 你大哥已经成亲了 你 别让你下面的弟弟妹妹 都没法安排婚事 颜二郎无奈 收下玉佩 但他心中不以为然 显然一心求官 并不在意亲事 这一年的元月 公主府上的侍女 和卫士们 收到了 颜二郎最新的信 公主不在府上 且 她也早就不关心 颜二郎了 众人读信 自然便没有等她 春华和方桐 被围在中间 春华声音轻柔地 给众人念信中内容 二郎说她已经来长安了 改日有机会就与我们见面 众人欢呼 一年的书信往来 让他们都喜欢上了颜二郎 春华又疑一声 颜二郎说她老师给她改名了 她日后不叫颜师生 而是叫颜上 春水破冰 长安日暖 被自己老师赐名的颜二郎 现今的颜上 站在了长安街上 长安城里车马浮凑 他初时被长安的繁华索清 有些不适应 但跟着一胡人车队进城后 看到更多的百姓 街头的斗月声等活动 倒也觉得有趣 颜师生买了一张刚出龙的 名叫古娄子的胡饼 吃了几口后 收进背着的包袱中 他兴致盎然地 在街上边走边看 目不暇接 忽然间 数匹人马从远方迟来 街上行人慌忙让开 岩上自然从众 他本是随意一看 却看到了在那群衣着鲜艳 当街骑马而行的 青年男女贵族中 为首的是一名女郎 女郎划裙不摇 叮当清脆声中 与旁边一紧袍 尽装郎君同行 对方的马比他快一步 他也不着急 围帽沙连被风吹开 露出马上女郎的面容 散在马背上的群居鲜艳摇荡 搅好雪白的面容 如春水波声 修长的玉景 如云的乌边 是那般活色生香的美 就如云雾散开 满街消锁 沿上看到他骑马而来 起锣杂踏 围观百姓轻语 那便是丹阳公主吧 哎呀 好风采呀 穆婉瑶与那些行人擦肩而过时 忽听到身后有人唤 杰肃辰 刘兄来了 后者那清润声音如朱玉壮竹 竹叶瑶色 沐婉瑶御马停步 默地回首向后方看 他看到人群蹊嚷 有一人背对着他 青山玉谷一般 和另一人走入人群中 看不清了 旁边的郎君停下马等他 诞声问 熟人 闻言 沐婉瑶回过神 美目望一眼淡漠无比的 杨三郎杨四 嘴角琴笑 哪有啊 估计听错了 而正在公主府上 侍女春华字句清晰地念出 改名为言上 自肃辰 上者 敬也 重也 肃辰乃是肃王之臣的意思 肃王是孔子的尊称 老师如此取名取字 是让我修孔子之道 传经天下 修文古经 来找颜二郎的是刘文奇 同是岭南出身 岩上又是一个极善交朋友的 哪怕刘文奇再是适才傲物之人 在长安和岩上相逢 他也觉得一阵激动 收到你要来的信 我早就开始按照你的要求 在长安帮你物色防射 辛苦刘兄 刘文奇一把握住岩石生的手摆了摆 事已不必如此 不仅这样 刘文奇还红了脸 不过呢 我也没找到太好的防射 目前只找到了永乐坊的永寿寺 那里只是离热闹地段稍微远一些 但也没有到贫瘠的地步 住在寺中 还正方便你安心读书 岩上便再次道谢 其实刘文奇找的注射 离岩上自己的要求 还差得甚远 他连永寿寺都显太热闹 不过这是刘文奇的好心 岩上自然不会辜负 说起这个 岩上就想起一事 我的老师窦工得知我来长安后 帮我绕了些关系 让我去太学临时读两天书 有位太学博士做老师 你运气真好 此年代 书籍何等珍贵 而太学中的书 又是少有的浩如烟海 哪怕马上就要科考了 岩上的老师 能让岩上临时去太学 也颇让刘文奇在意 因他自己父亲 当年在长安当官时 做的就是御史 御史向来是得罪百官的一个职位 刘文奇的父亲就没能为儿子在长安留下太多资源 岩上看一眼刘文奇 我请求了我老师 他许可留兄 与我一起去太学了 刘文奇一惊 猛得当街停下步 又难以置信的眼神 看着岩上 岩上一贯的和气 好说话 这对于在长安 尝尽人情冷暖的刘文奇 何其难得 一时间 竟有双目微润之感 刘文奇握着岩上的手 使劲摇了摇 他几次张口 说不出太多感激的话 最后道 速晨 你如此帮我 刘某日后绝不负你 些许开口之情而已 何至于此 哼 我到长安才知道 很多时候 哪怕是旁人随口一说 就能相帮的事 但 旁人 又为何要为你张口 只有你会这么做 我也并非没有私心 你我同是领难一脉 日后为官 旁人必然将你我 视为一体 那你我自然 要相互扶持 同仇离开 就如同刘兄 为我找房舍一般 我自然也会帮刘兄 进太学啊 行 不多说了 我 请你吃酒去 刘兄是知道我的 我素来不饮酒 不是吧 眼儿郎 到现在你都不饮酒 真的一口不胖 你就没有破例的时候 两个书生的身影 混在人群中 说话声也渐渐远了 背后 与他们相隔了很远的 木碗瑶一行人 骑马出城 游玩踏春 次日 岩尚和刘文吉相携着 去了太学 在门口递了腰牌 准入后 岩尚和刘文吉 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目中 看到许多压抑下去的 兴奋与激动 一位年长师兄 来领他们进去 他对岩尚客气地 多说了几句话 对刘文吉 只是敷衍地点了下头 好在刘文吉 正在观望太学的宏伟 并没有太在意 师兄领他们到一学堂前 豆老师吩咐说 到科考前这间学堂 都随你们来去 哦 太学书馆里的书 也任由你们取悦 言上道谢 在师兄匆匆要走前 连忙多说了一句询问道 请问师兄 老师何时有空 可让我去拜访老师 这位师兄回头看了 这个老师刚收的弟子一眼 看严实生文指彬彬的 对他印象不错 就回答了他 哦 老师最近被他老友 接去编试 恐怕没空见你 那待科考结束 我再拜访老师了 师兄诧异地看他一眼 知道对方领悟到了老师的意思 科考没有结果的话 并没有见面的必要 师兄走后 刘文奇轻声跟言上说 你看到了吧 这里处处狗眼看人低 连你老实都 刘兄 慎言 刘文奇挑下眉 不说什么了 深吸口气 二人踏入学堂 见稀稀拉拉的 只有几人在学堂中的 一排排小鸡前坐着 翻看手中的书卷 刘文奇自然无可无不可 倒是岩上 正儿八经地站在门口 向屋舍中的各位学子 躬身坐衣 小生出来乍到 见过几位师兄 没有人抬头 满失敬地让人尴尬 岩上见没人理会 便收回礼数 却忽而 一个年轻郎君 本拿着小鸡当平鸡 随意册坐着翻书 文言抬头向门口看来 随口问 来自哪儿的 岩上抬头看向这个 替自己解围的郎君 淡淡笑了笑 温声回答 岭南 严肃辰 那个问话的郎君 没说什么 倒是其他几个书舍中的人 扑吃一声笑 看着门口的岩上 和刘文吉 哈哈哈哈 岭南不是蛮荒之地吗 还有人读书 听说你们日日如毛饮血 读书有什么用啊 刘文吉当即面色铁青 但他也知道 初来乍到得罪人不好 便努力忍怒道 岭南只是偏远 也是大魏国土 如何就不能读书了 书舍中几个人互相看一眼 笑得更不怀好意了 其中一个人站起来 那请问你们读的是什么书啊 张太傅前年给小儿编的书看过吗 竟敢变个小儿的书 这般辱人 刘文吉面容胀红 怒火冲天 他上前一步握紧拳头 一拳挥出 对方微惊后退 虚张声势 你还敢打人不成 刘文吉一拳要挥出时 一手从旁侧来拦住 沿上拦住 刘文吉 同时回头 对那挑衅的学子开口 不知师兄来自何方 活乃隆西 官室一族的嫡系 隆西官室 自然是大族 听闻官室在隆西 几乎垄断所有官职 你们一脉世代在隆西 即便是朝廷派出的官吏 到了隆西 也要看官室的脸色 如此英昊之气 我这般岭南来的小人物 自然佩服 哼 过奖 没想到连你都听过 我官室之名啊 那初时 开口询问 严上和刘文吉 来自哪里的年轻郎君 并未掺和他们这事 此时只是饶有趣味的 看着他们 果然 严上下一句道 那官兄可知 到了这里 隆西官室 是被长安 洛阳 金陵等地的 真正世家所瞧不起的 科考出定之时 他们商议正因时 直接将隆西排除出世家行列 说你们充满野人 只会打仗 没有传承 据我所知 这些年官室在长安 并不如意 你们在隆西称霸一方 然没有精学传世 到底不入主流 长安中人瞧不起胸台 就如胸台瞧不起 我这样岭南出身的一样 对方已被气得全身发抖 怒目而视 言上含笑 昨一后 结束了话题 如此可见 出身哪里 似乎区别并没有那般大 众目睽睽 对面学子 竟被一个新来的人变倒 当然不服 但张口要骂时 一个人进了学堂门 都在吵什么 你们不愿读书 去外面约架吧 不要打扰旁人 众人看去 竟是以眉目如雪的少年郎君步入 他们脸色微变 敢怒不敢言 重新坐了回去 言上则盯着这个清光溢溢的少年 漠然走过他们身边 若有所思 当日傍晚 言上邀请今日 那最开始帮他们解围的年轻郎君去吃酒 也邀了那最后来的 斥责了所有人 间接为他解围的少年郎君 前者笑嘻嘻 一听说是吃酒 就答应下来 后者却是理也不理他们 还是言上口才了得 能言会道才说动了这个少年 刘文吉作为言上的同乡 自然与他们一起 言上邀请几人去北里吃明花宴 据说这里是全长安最贵的宴 只是开席便要三百文 刘文吉一听就心疼 言上却面不改色 让那被邀请的年轻郎君和少年郎君 都多看了言上一眼 第三十集 入了席自顾自道酒 年轻郎君介绍说自己叫冯献玉 他满不在乎道 我祖父经过伤 平时也被那群人看不起 严肃辰 你今日训斥他们 说的可真过瘾 刘文吉知道 言上不吃酒 便主动将言上面前的酒换成了茶 转头看言上 不瞒诸位 我认识言二郎许多年了 倒是第一次见到他还会有辩驳人的时候 我们言二郎可是一个从来没有脾气的下凡菩萨 任人可欺 只是蠢 并非没脾气 关郎君年龄尚小 也该少吃些酒才是 后面这话 严实声是对着那位少年郎君说的 然而对方瞥他一眼 没说话 冯献玉在旁笑道 你们不认识这位吧 他叫维树 今日多亏是他在 那些人才没有说下去 可是洛阳为事 你倒是对世家大族如数家珍 然而你若想攀附可错了 我是家中数子 伟家资源并不倾向于我 若香蕉只为利用 你未免太小瞧我 如此胸襟 伟叔看他一眼 不再说话 之后他们自使吃酒吃菜 天南海北的聊 伟树不怎么说话 那冯献玉显然很清楚伟树的事 每看伟树一眼 就似笑非笑 让岩上心中若有所思 中途 刘文吉出去更衣 伟树受不了冯献玉 一直时不时看自己的目光 放下柱子 我知道你为何一直盯着我看 不就是因为我有上公主的嫌疑吗 如此嫌恶 何必多交 冤枉啊 你可说错了 我是羡慕你 我巴不得被哪位公主看上 从此仕途平步青云 伟树愣住 显然没想到 对方这般没有志气 岩上从中说何 为双方倒茶问道 居然说的上公主 自然也是囚观的一个途径 只是不知是哪位公主 丹阳公主 岩上口中的茶当即喷了出来 咳得满脸胀红 从吃酒开始 岩上都表现得进退有度 行事说话让人如沐春风 他突然喷茶而出 呛得自己连忙眼袖遮挡 让同座的缝线玉和尾数 都大为意外 抱歉 是我失态 冯献玉探究的 看着那面容胀红 狼狈不堪的岩二郎 再看向伟树 果然伟树这个少年 神色比之前更淡了 对方是丹阳公主 就让严兄这般震惊吗 岩上咳嗽缓了 他无奈地低头 看眼自己衣襟袖口 被弄脏的茶字 略有些心疼 毕竟今晚这明花咽下来 至少五百文 而衣裳脏了 他回去又得换 因为比起公主来 他其实更关心钱 岩上重新面对尾数时 镇定了很多 只是觉得 去远你小小年纪 那位公主 恐怕大了你很多 让人很意外 他脑中不受控制地 想到了那位 美眼严厉的女郎 确实很美 然而再美 那位公主马上叫过十九岁生辰了吧 尾数看着 才十四五岁大 这个情形 说一句老牛吃嫩草 不算过分 想到穆婉瑶 当初临别时 亲自己的那一场 岩上不禁怀疑 自己是有什么样的毛病 会和尾数一样 在某方面 讨了丹阳公主的喜欢 岩上睫毛微垂 观察尾数 因他年龄小 习上那几人照顾他 并不让他多喝酒 事已到现在 除了从不碰酒的岩上 不管是离去更衣的刘文奇 还是如今趴在十岸上的缝线玉 都面色染红 只有尾数 依然清清冷冷 周身气质通透干净 尾数先眼向岩上看来 顿一刻后 声音轻了一分道 你如何知道 我与丹阳公主年龄相差大 你如何知道 丹阳公主今年多大 莫非 你认识公主殿下 我一届平民 到哪里认识公主殿下 不过是丹阳公主的名气比较大 我听说过而已 她的话说服了尾数 确实 陛下西下只有两位公主 丹阳公主大名鼎鼎 不是别的原因 而是她和亲过 和亲后 重回长安的公主 自然为人所瞩目 天下人的眼睛 都盯着她 是我老师希望我与殿下 但具体如何尚未可知 和亲本是为了大魏 如今回来 亦被人说三道四 不管未来如何 现今 我是觉得殿下有些可怜 可怜谈不上 这本该是神为公主 应当担负的 但设计江山 被托付到一个女子身上 未免是天下男儿的耻辱 严兄说得对 若有朝一日 你我同处官场 希望这样的事 再不会发生了 严上笑而不语 只是再次倒茶 以茶代酒 起身敬尾树一杯 冯献玉在旁边看戏看了半天 为这二人的思想境界 悚然一惊 这二人敬这般投缘 都从和亲公主 谈到该如何当官了 这不是一个怪物 是两个 哎 你们在说什么 严上与尾树 以茶代酒 敬对方时 刘文吉回来 坐回席上 奇怪的 看这里不同寻常的气氛 冯献玉正要以一个 闲聊的语气解释 严上接过了话头 对刘文吉笑道 没什么 我跟伪居员 聊一些新兴酒令而已 严上心知 刘文吉有些傲慢 瞧不起攀附权贵之人 怕伪属上公主的事 落到刘文吉耳中 他又来讥讽什么 严上不动声色地转移了话题 伪属看了他一眼 没说话 冯献玉也是笑了笑 不加反驳 晚风寒月 醉酒熏人 冯献玉拢着袖子 哼着笑掉 今天认识的这几个小朋友 都很有意思 慕婉瑶这边 公主府上迎来了一位 哭丧着脸的客人 晋王妃 目前还活着的三位皇子中 晋王是最不起眼的那位 晋王妃自然也跟着 成了长安的小透明 而且这位王妃乃是续贤 更加没有地位 其他王妃有各种玩乐 追捧 晋王妃左右看看 好像只有刚回来长安的 丹阳公主 大约能理解自己处境 晋王妃拉着丹阳公主 抹泪了一个时辰 晋亲三年 我都不能为我们殿下 生下一儿伴女 妹妹 我相信你能理解我身为人妻 却不能为人生儿育女的苦 我怎么就能理解了 难道我嫁过人 就一定能理解 嫂嫂你想生儿育女的心 一位妹妹 你也心下无辞 打聊在外面的春华等侍女 面面相去 心想这位王妃 难怪不讨长安人士的喜欢 怎么说话呢 专采我们殿下的痛楚吗 我们殿下是嫁过人 但谁说嫁过人 就一定想生孩子了 我们殿下可是恨不得烟了对方 抱歉啊 嫂嫂 我真的不理解你 我此生都没有为谁生儿育女的打算 但你若愿意 我可以送些美人头五个床上 帮她生孩子 那剑王妃文言无语 紧接着泪落得更凶了 更夜连连 我不也是为了皇室子嗣吗 妹妹你何必这样戳人心呢 我 我这几年 送了不少妾室 去你五哥床上 可是我们府上 就是没有子嗣 我的怀疑 怀疑 我五哥是不是不能生啊 身体有人毛病 风雨依看过说没问题 善儿我们王府 就是没有子嗣 没有隐秘八卦可听 慕婉瑶烦了 他换了个坐姿 闲闲地打个哈欠 开口 那我又不是宋子观音 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 我听说 永寿寺的宋子观音 非常灵验 想请妹妹 陪我一起去 嗣 喝泣 孙 ? 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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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